在江子牙率领的发咒军团中 有两个非常传奇的家族 他们分别是精通道术的李晶家族 和刀马纯属的黄飞虎家族 这两个家族虽说在战场上的战斗方式不同 但却同样都是战功显赫 然而随着风神大战的不断推进 这两个家族的命运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也就是李晶家族全部存活 并都肉身成圣 而杭飞虎家族却都阵亡于两军阵前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呢 李晶家族包括李晶和他的三个儿子姬 金渣 木渣和南渣 在这四围中 如果爱实力从高到低排名的话 南渣实力最强 因此而被江子牙封为开路先锋 凭借自己的神通和众多法宝 南渣在风神大战中履历其功 其次就是实力半斤八两的金渣 木渣 金渣在刚下山时 凭着法宝顿龙装 除掉了九龙岛四省之一的王母 而木渣则用无钩斩杀了江星巴 之后两人又用计拿下了游魂冠 除此之外 这两位在风神大战中 一直都处于打酱油的状态 实力最弱的就是李晶 他先跟随多恶真人学艺 之后又摆在燃灯道人门下 在李晶刚出山时 凭借手中法宝玲珑宝塔除掉了螺旋 除此之外 他也都一直是处于打酱油混经验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李晶在家族中虽然实力最弱 但他手中的玲珑宝塔 却能克制实力最强的能诈 李晶家族的四位成员 之所以能肉身成熟 其中能诈是因为有个特别互独子的 恩师太义真人 他曾两次就能诈于危难保其不死 而李晶 金渣 木渣则都是他们的打酱油状态 在风神大战中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黄飞虎由商周的镇国武城王 到西周的开国武城王 其中经历了太多的心酸 因为其妻子贾氏和妹妹黄贵妃被骤王所害 所以黄飞虎便带着全家反武官投靠西齐 在这一过程中 要不是其拥有盗树的长子黄天化 和能诈奉事命前往相救 黄飞虎甚至连武官都过不去 虽然黄家江基本都不会盗树 但他们在盗树横行的风神战场上冲动献阵 却从不落后于人 每每都会冲在战场的最前线 遇到同样不会盗树的战将 黄家江基本都能靠武力引人 遇到拥有盗树的能人一世 黄家江就凶多吉少了 如黄天化死于高己能的吴风 黄飞虎死于勉持手将张魁之手 黄天祥死于蚯蚓之手等等 阵亡的黄家江成员 最终都成为风神榜上有名之人 并且都还是大神的角色 如黄天化掌管三山 黄飞虎管空五岳 因此来说 黄家江虽然多数都在风神大战中阵亡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从人道神的转变对于黄家江来说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同时也是对他们在风神大战中 优异表现的奖励